随着国内的新冠疫情稳定 这次的大选战略也将从社交媒体走向实体败票 不过18岁选民的投票意向如何 谁也说不准 一些政党主打线上线下攻略 以争取最大的支持 国大党树立主席纳杜斯里稍然往南坦言 本届大选要从政治丛林中 俘虏年轻选民的心实属不易 社交媒体平台无疑成了大选的主要挑战 沙拉瓦南也是人力资源部看守部长 她今天做客马新社电视清谈节目时 畅谈选举课题 强调看守首相南都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迫于解散国会是因为政治不稳定 她说眼下全国大选的最大挑战 就是争取年轻选民手中一票 因为当下的年轻人 尤其是18岁以上人士的思想 已经相当成熟 有能力辨别是非黑白 包括候选人是否贤能 如此一来 网络战就成了最艰难的一环 配合图腰节举行门户开放活动的 沙拉瓦南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透露 国大党已经锁定在九个议席上阵 同时愿意和国阵成员党交换席位 以争取最大的胜算 最终的谈判结果将在近期揭晓 另一方面 伊斯迈说 全国有不少年满18岁的民众 并不知道自己在选民自动登记制度下 已经成为选民 因此 国阵竞选机制 有责任向全国年轻选民 讲解这一件事情 确保这个群体在下个月举行的 全国大选中履行公民责任 否则就会出现弃票情况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